哈囉大家好,我是香菜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你適合養貓嗎? 養貓需要什麼樣的環境呢? 貓咪是一種很白目的生物 看到桌角的東西就是會想要把它推下去 如果你的樹桌已經堆積很痠 它還是會想要踩上去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很多彩妝 或是你喜歡收集一些小文具小公仔 易碎品 那你最好是把它放在抽屜裡或是櫃子裡 如果你是把一個架子收納在桌上 貓咪還是有可能會踩上去 我們之前說過貓咪愛拔糕 人類的桌上又有非常多的玩具可以玩 貓咪當然熱此不疲囉 因為貓咪的破壞力絕對比你想像中還要強大 所以一些沒有固定好的東西 尤其是大型家具 可能就有危險了喔 是一個鯛魚爬充臉的影片 但是你如果仔細看 你就會發現下面那個貓條台是找的 因為內譜剛剛才從旁邊的桌子 跳到這個貓條台上面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般的地毯 貓毛的數量絕對超過你的想像 你有看過養貓人的頁度吧 貴糟土地毯算是吸血塊要好整理的了 再來就是一般的布料都有可能被貓咪抓壞咬壞 其實不只是地毯 像是床單棉被、床臉等等 越長越細酸 活生生血淋淋赤裸裸的例子 我們家鯛魚會破解全天下所有的衣櫃 接下來就是當你打開你的衣櫃 你的衣服就會像洪水潰堤一樣全部滑下來 不過鯛魚打不開抽屜 有些人家裡的貓會有咬電線的問題 那我們家的貓咪都不會 在這裡也提供幾個方法給大家參考 像平常我的貓咪會爬上我的電腦鍵盤打擾我做事 那我在不希望貓咪靠近的地方 就會貼上就是酸痛貼布 因為貓咪會怕那種涼涼的味道 也有人說可以用濾油精塗在電線上面 但這樣又怕貓咪吃下去 所以我是建議可以拿酸痛貼布 那市面上也有販賣很多收納電線的東西 有一些是針對貓咪的 家裡有這個困擾的人也可以去參考看看 很多貓咪愛咬塑膠袋 加上垃圾桶裡常常有食物包裝坦還 使貓咪去翻 所以最好是選擇有蓋的垃圾桶 不然每天回家就是要清理一地的垃圾 其實養了貓之後 就算是自己把房間弄亂也會怪貓咪啦 是在同一個地方 是在去年